出爐啦 今天做的是抹茶芝士軟歐包 軟噗噗的外皮 配上香濃的抹茶芝士夾心 一口花在心里 這一次先把讚給我點起來喲 還是老規矩 屏幕上的材料先揉到厚抹狀態 再加上B料 繼續揉到韌性薄膜 這次用了冷凍麵粉和冰蛋 煉文26度多降下來了 拉伸表面放進盆裡 蓋濕布發酵到兩倍大 大力金剛掌拍扁 切出9份15克的麵團 剩下的分割成120克的3個 全部團起來 該濕布醒發10分鐘 醒發時間來做芝士餡 這次我用的冷凍奶油奶酪 加糖和抹茶拌勻 就是抹茶芝士餡 不愛抹茶的省略抹茶就行了 醒發好的麵團拍拍扁 擀成長方形 翻面 抹上芝士餡 從上往下捲起來 捏緊收口 不然烤的時候麵團可能就吐了 小麵團全部搓成長條 三條捏在一起 壓個碗開始編小辮 拎起左右的兩條分別放中間 一直重複就編好啦 辮子直接放在大麵團上 固定好頭尾 平時我把麵團搬來搬去 不然就會整個歪掉 36度加一碗水 發酵到兩倍大 預熱烤箱 撒高粉 兩邊割幾道 高比克第38風爐 170度烤大概14分鐘 準時出爐 金鵬的表面太好看了 辮子造型一看就 高級 學會來就給我點贊吧 給我二個三秒哦 我是主鼓勵的 我們下下拜拜 比喻 比喻 比喻